音樂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介紹這個 深入潛出Java 21功能 我是Joseph 那謝謝大家今天到這邊 那我這個題目本身是致敬那個歐萊里的深入潛出系列 那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歐萊里的深入潛出系列 他在2003年的時候出版了深入潛出Java 距今20年 很多人可能現在大家應該都20歲了吧 就是說大家可能有些人 還在媽媽雜扣的時候 他就已經深入潛出了 那這個 Java 21 剛好是今年9月的時候推出LTS 那我們接下來會把整個Java 21的好好的介紹一遍 也沒有好好啦就是大致上有介紹過一遍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 The Next Drive的VP 就是軟體開發的VP 然後我是1993年開始寫程式的 所以 現在已經30年了 好久 那右上角是我個人的那個部落格 那我第三次開部落格 希望這是可以成功的 堅持下去 前兩次都失敗了 文章很少 然後但是 這個部落格上面 已經把我簡報放上去了 第一篇就是 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精彩一面的時候 不用急著照相 你們就直接就是看那個 投影片 任君 就是隨便你現在看到最後一頁都沒有關係 好那你就 大家可以 好好的享受一下 就是看一下這個 那個 就是不用一直 忙著 拍照 拍照 那麼因為 也寫了30年 那我1992 1999年的時候開始寫 Java 1.2 然後 也24年了 那 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等一下可能 就是也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過往的Java一些 狀況 然後 也算是不離不棄 那麼大家互相的 教學相長 那 這個小弟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今天如果假設有什麼地方講錯 請大家多多的 呃包含 然後不要泡我泡得太用力 好 我還沒有開始賣課 好像很懂了什麼 好那這是剛剛有介紹 Java的 group 那 我們台灣的Java use group 我們的Facebook 大家可以直接點 那右邊是Lite社群 是Java 程式語言討論區 那目前大概有2000多位 那 會講話大概就是 一兩百位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雖然水量還是很多 但我們還是有認真在討論 一些那個 Java議題的 雖然也是有很多 亂七八糟的 話題在裡面飛 好 那 聽說有些人 今天有來做第一排 然後我說我要點名 那我就先 調過 他們會緊張 好 那主要還是歡迎大家再次來到JCConf 20023 那這是10周年 那我們這邊一些關鍵字我都把它列在上面 有些感謝乾爹乾媽們贊助我們 那也感謝各位先進 一直 給我們鼓勵 然後也來參與 讓我們有活動 讓我們有動力 持續辦這個活動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的趨勢 那是 這是2023年的 Java生態系的一個狀態 那這邊有可能想要先統計一下 就是現在大家在工作上面或 比較常用的Java的版本 有在用17以後的版本了嗎 非常少 個位數 那11到16之間都有在用的嗎 11應該比較多吧 11稍微多一些 那有沒有還要在用Java 8的 你們好辛苦喔 怎麼這麼多人 那我們還要在用Java 6 Java 5的 好辛苦 好很悲傷的一件事情 那我先來講一下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大致事件上目前Java版本的趨勢是什麼 那這個是 New Relic 在2020年 他們第一次 3月的時候第一次做那個Java生態系的一個 一個發佈 那他是第1年 然後2021年的時候沒做 2022年的時候做了第2次 2023年 也是今年的4月做了 第3次 那這些是 他所 服務的那些 Application 的 內容的資訊 做為匯整 然後以這為基礎來提供這樣的一個 做了一個報表 那這些只是 根據 New Relic 他們的客戶 所得到的資訊 呈現的 一個樣貌 他不代表 那個世界 是這個樣子 但是他可能可以反 反映到某一部分的真實 那麼 在LTS當中 Java 17的用戶增長率顯著 算你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一下 其實 那個 Java 7的部分 在最左邊 但是他的 那個比例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大概不到1% 我的螢光幣不見了 好 然後在 Java 8的部分 糟了 進入 OK 在Java 8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Java 8是 這一條 這是Java 8 Java 8 Java 8這邊 在2023年的時候 還有大概33% 那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 是非常多 到84% 在中間 短短三年時間 他就掉了大概40多% 那Java 11是在 瘋狂的成長當中 本來是只有 11% 然後到2023年的時候 已經到56%了 那 比較 看好的是在 最右邊的這個Java時期 他在20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他其實還只有 0.37 他在今年已經 9.07 已經大概10%左右了 所以這個差距是 他是成長速度最快的 也就是說 11的部分 他成長最多9到8點多%而已 但是17已經成長了 9%左右 所以他成長速度算是比較快的 所以預期就是說 接下來可能大部分的人會開始 慢慢往11或17轉移 因為可以看到8的趨勢是往下掉的 那如果假設以非LTS的版本來說的話 是14穩居第一 就是中間這一條 14穩居第一這邊 那這個的話你可以看 但是他其實 雖然穩居第一 他其實每個都是零點幾% 零點幾% 所有非LTS的版本 加起來的總和 大概占全部的1.6%而已 所以大部分其他的98%左右 都還是LTS的版本 那這個其實已經有下降了 因為在2022年的時候 全部加起來是2.7 但是今年 隔了一年已經變1.6了 所以他已經下降了1.1%了 那 亞馬遜 躍升到JDK供應商的龍頭 那原本的是 原本是Oracle 去年的時候還是Oracle 我把亞馬遜標出來 亞馬遜在最左邊這邊 然後Oracle Oracle在這裡 Oracle今天有沒有來 如果有來的話 就不好意思多說什麼 但總而言之就是 它為什麼會掉 其實Oracle在2020年的時候 它有75% 但是2023年的時候 它只剩下 20幾% 的原因是因為 他說他要收費 在Java11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開始大逃難 就是可能不知道 Oracle會不會對他們 就是要有一些收費的一個機制 所以 他們就開始去 往其他的 JDK去前進 那雖然後面他說 可能有些條件他才要收 但是那個勢頭已經往不回來了 就跟最近的 Unity嘛 那感覺也是一樣 希望大家知道Unity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接下來是G1G7的部分 他人要維持在Java11 之後版本的底線地位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 因為 他就是預設的GCR 所以他當然是底線地位 所以 這個大家看看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Java21有哪些新的功能 好 那有些人可能已經轉到11 有些人正在看可能看17 那21是下個LTS的版本 在下一個版本 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兩年後的 Java25 那 我們到底有什麼新功能 然後 可以來用呢 所以接下來 我就要說個故事 好 早在Java的遠古時代 我們如果假設你有 XML JSON 要處理序列化 我們物件要去看說他原本是什麼樣的形態的時候 我們都要加一堆衣服 AOS 然後裡面用instance off去看 那這裡面其實包含了三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橘色的部分他是在做check 那check就是說我 檢查一個物件是不是能夠被轉型成後面的那個形態 這是check 第二個部分是 綠色的部分 我在做轉型 Casting 就是說我實際上 我知道他可以轉了 我就把這個物件 試著去轉型 轉型之後變成粉紅色的部分 我去做一個指派 就是說一個assignment 把它塞到一個 這個形態的變數上面去 所以我接下來就可以用那個形態的變數去存取它 然後 就是大家應該很常做 Java就是強行變 就是要一直轉來轉去轉型 那這個其實如果假設我們之前在寫 比如說 比如說大家可能做JSON 比如說ObjectMapper 或什麼的 落落長的 這個遺傳大家都覺得非常痛苦 這是在Java 7以前 都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Java 16的時候 前幾個 前年的版本 我們有做了一個 就是 instance of 它叫做 Pattern matching Pattern matching for instance of 那它的事情就是說 它把check assign cast 三合一 就是 檢查 轉型 負值 把它全部放在 instance of 的這個 運算紙上面 這關鍵字上面 所以我當一個objet instance of string s的時候 我就做完 check assign cast 簡單 所以整個程式码就變得比較乾淨簡潔了 但是我雖然做的 簡化了 但是裡面還是有很多的判斷式 這個判斷式如果假設是聰明的各位看到很多的if else一定想說 啊我為什麼不用 什麼東西呢 對 何不用switch 為什麼不用switch 但是Java就是做不到 那 這不就來了嗎 Pattern matching for switch 就是我現在就可以開始用switch了 那switch的 Expiration Expiration是在Java時釋出的 就是那個箭頭的那個 那個東西 它是Java時釋出來的 正式版 那現在我們是把它這個箭頭再更延伸了 就是說我可以在可以標注醒目黃色底的部分 我原本的這個 叫檢查 TrimS Integer I 這些的 我都會寫在cast裡面 它就直接做完三合一的 什麼 檢查轉型複製 就全部做完了 我就省了很多程式码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行有個check Null 要不要問問題啊 雖然沒有帶那個什麼獎品 但我好想問問題 Null怎麼唸 大家都怎麼唸 我都會唸Null 好啦 Now 我都唸Null 那如果假設今天我這邊 我又想問問題了 這邊是 我當然 大家很清楚看到說 如果假設object是Null的話 我就check我嘛 我就做完了 那如果假設我沒有checkNull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 會用下一個 比如說用case string 第二 用default 跑到default區 第三 Null port exception 大家最可怕的惡夢 第四 Compiler Error 我們要不要做個統計 覺得是一跑到string S的 好像沒有人 跑到 第二跑到default的 好 第三 Null port exception 這個 那比較多點 第四 Compiler Error 好像也是很少 然後答案是 如果假設他沒有checkNull的話 其實他加checkNull 跟 就是跟我們現在原本的 Switch的 一樣 就是說假設你現在switch你也沒有checkNull可以用 你如果傳Null的東西進去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Null port exception 一樣的 所以他並沒有去改 他只是多了一個檢查 讓你不會發生Null port exception 那底下 一樣喔 我們可以看到在 Integer i的部分 有個 i小於 1 它是什麼 我們說這個什麼ind 那你可以看到有個 Han Han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加個條件判斷式 他這邊就沒有說什麼 Case什麼 他在他異覆 他不用異覆 他用一個新的觀念 這個Han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他就是用了Han 那有這個Han的話 他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guarded pattern 糟了 我把它 蓋住了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被守衛的一個pattern 那這個guarded pattern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所以大家要 先記一下 就是如果假設你有Han的話 你是guarded pattern 沒有Han的話 就是unguarded 那 這邊 當我 做完這個 我看一下 那這邊有個 很重要就是 上下的順序很重要 就是如果假設我今天呢 我在做這個pattern的時候 我把number 放在integer上面的話 他就會出問題 是因為 他會先heat到number number 他heat到number之後 他的integer就去不了了 所以 我們底下的那個integer 就是unreachable unreachable的話 他就告訴你 error 就是因為他說這個 integer的這個case label 他是已經被dominated 就是已經被支配 被上一個 被前面的人支配了 因為他是在number底下的integer 所以unreachable就是 就是到不了的地方 叫遠方 所以這種遠方 我們就一定要去解決嘛 因為他就是沒辦法讓我們compile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討論一下 什麼叫支配權 那支配權 就是dominous的概念在於 呃 如果假設我今天 剛剛我的例子 就是說 number會大於integer 如果假設我number在前面的話 就先heat到他 我就不會走到下面的integer 那你可以 想像這個支配權 如果假設你沒有辦法想像的話 你就想像 try cache的cache 裡面的eception eception也有支配權的概念 如果假設我的cache的 我是比如說我把 throwable放在第一個cache 那個cache 然後底下才放 亂七八糟的exception的話 那可能就會出事 所以他也是有個支配權的概念在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unguarded的pattern 跟guarded的pattern 就是如果是unguarded的話 它會大於guarded的 就是說 下面有個小括號啦 cache type 大於 cache type 那個expression 很明 可以想像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 同樣都有cache的type 我如果假設有個加分的話 那分它是有個限縮條件嘛 所以它一定會比較小 因為它是個子級 如果假設我沒有加分的話 它一定是一個 完整的集合 所以沒有加分的一定比較大 但是底下另外又有個 又有說囉 就是 第三條 假如guarded的pattern 混tru的話 它大於其他的pattern 不管它是guarded還是unguarded的 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說 混tru的時候 它就等於沒有啦 就是always true啊 它就是等於unguarded的概念啦 所以他們兩個就會打架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 今天有一個 integer i 跟一個integer i 混tru 這兩個不管誰放第一個 都會是打架 都不行 因為這兩個其實是 某種程度上它是等架的 好所以這邊在寫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通常也不會說很tru啦 對不對 如果假設你寫個if true 我們還可以理解 對不對 就是一定要執行 壞要tru 無窮毀全 很tru 就是一定執行 那你不要寫 好那有沒有知道if false 跟壞要tru會有什麼差別 if false 我想要問問題了 但是這個留給大家 我們在那個 Line的社群裡面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 去Line的社群裡面找你們的連結 那在這邊接下來呢 我們的如果假設是pattern的話 它大於常數 就是說如果假設我case integer的話 它會大於case1 case2 好可以理解 因為case1又它是比較線索嘛 integer是比較廣的 然後如果假設是inon的類別的話 它會本身大於它自己的常數 所以color一定會大於color.red 那會員它不會進行多額外的檢查 它只會檢查就是說 你混tru然後進行一些簡單的判斷 如果假設你的混很複雜 什麼i等於0 i大於0 大a小於0什麼的 很複雜它不會幫你檢查 你要自己去找到 你要自己去heat到的時候 它才知道我錯了 所以它有時候不會幫你做額外 過多的檢查 所以這邊要特別去注意 用混的時候 雖然我們這邊有個建議的 撰寫原則 第一個先寫case now 為什麼它沒有其他原因就是好讀 然後好維護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我第一行就是先說 我是檢查是不是空 尤其像是我一開始物件進來 我就先檢查是不是now 那接下來我再寫case的常數 跟列舉常數 比如說1234567 一些字串 然後一些比如說color.red 再來我寫guarded的type 然後加上 就是有win的這個判斷式 然後我接下來再寫unguarded的case 那我在寫這些case type的case的時候 我要特別注意 指類別放在副類別的前面 要不然它就會被副類別支配 最後我寫個default做收尾 好那如果假設我搭配enon一起用的話 那比如說我這邊有個enon 然後有紅綠藍黃紫 那我這邊的話我可以看到在 那個 標注寫目的 高亮度的底色的地方 我可以看到 我有個color C 混C 等於等於red 那其實這個 我上面寫說 與上市等價 其實它就是等於 case color 點不入 它其實是等價的 但是因為它加了when 它就變成guarded 好它就變成guarded 那底下那個colorc就是 它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注意支配性 我必須把colorc放在下面 那另外一個補充說明的是 這個也可以放正列 所以你可以檢查正列 好那這邊 enon sealed的 interface 也都可以放在 我們的pattern match of switch 裡面一起來用 好那有些人可能會知道 講到sealed 可能會有人說 reaker reaker也可以嗎 那我們就回到上古時代 這也會很快跳過 我們本來以前上古時代 我們寫個point 我們要寫個immutable的 object的話 我們要寫 很多比如說我們要定義我們的 欄位是final 然後 它不會有其他的 建構紙啊 然後等等等等的 然後我們要把它的一些 eagles h全部寫出來 那有些人就會想要用 有個很好用的套件 叫做lomba 然後聽說今天有lomba的 的session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聽一下 那 我們現在在java16有了reaker的這個 關鍵字之後呢 我們上一頁的程式碼 全部就變成一行了 我現在只要 有一個 有一個reaker 我就可以把 上面 我又把它劃掉了 就 好我手很殘 然後反而言之上面那頁程式碼就 就已經 被濃縮成一個reaker了 那底下我這邊再增加一些複雜的多子 這邊只是先寫一下 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我後面會用到 就是說我這邊有interface 叫做shape 那這個shape 我有用steer的 就是說我限制它只能有幾個子 子類別 或是子 界面 那我這邊只有三個 一個是圓形 一個是矩形 一個是 三角形 好我只有設定三個 喔喔喔喔 我沒辦法畫直線 我應該在滑鼠 可是我沒有滑鼠 好然後底下我有個check check會丟 illegal argument exception 就這樣 然後底下三個就是 圓形 矩形 然後 三角形 我都把它 定義出來 因為我 把它定義成reaker 那我這整個程式碼 我一起用 我才可以 才可以使用 要不然我如果假如我沒有宣告的話 我是沒辦法使用 shape的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 reaker pattern 如果假如我們把它放到康康的switch裡面的話 我可以把它展開來 就是我的比如說我的第一個 黃色的地方 circle的部分 我的點 我的r 就是我的半徑 我的color 我都可以把它展開來 而且 我在它箭頭底下 就可以直接用 我展開出來的那個p 就是那個point 所以比如說第二個 矩形的部分 我也可以p1p2 我就是在case部分就已經展開來了 我不需要 像上面的這個 像上面的這個 如果假設我的pointp這個 如果假設 我只有寫p 那我後面要用它裡面的xy的話 我要自己去呼叫p.x括號 p.y括號 但是底下的話 如果假設我把它展開來 intx inty的話 我就直接可以用x跟y 我就不用再 自己去做一些呼叫 所以它就是有點 讓你省工啦 那所以底下比如說這邊就可以不用 這個 好就可以不用c.p 我就直接 存取p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呢 我在做這個 Rake pattern in pattern matching for switch 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窮舉 窮舉就是說比如說我今天 Switch一個enon 我必須把enon裡面的那些常數 全部就是要放在裡面 尤其是我在上面要去做 就是塞到某個變數的時候 所以這邊我們剛剛看到shape它有三個 就是圓形 橘形 三角形 那我這邊有個pair 我pair裡面我是弄了一個pair叫做shape 那這個pairshape它就有六種排列組合了就是 四六種三乘三九種 所以有九種排列組合 那我要switch它的話我就九種全部列出來 那如果九種全部列出來的話 我這邊就要小心比如說我第一個是圓形 那我後面是用 這個shape 是已經最上層了 那 我就不用列 剩下三種我就已經 就是一打三就結束了 但是我 矩形的部分我只有矩形圓形 我就要必須要一一列矩 然後 最後 三角形的部分我只用shape 所以我也是一打三 所以這加起來其實我要窮矩九種 不同的可能 那或者你是用下面的任何一個收位 就是我把 或是我用直接一個x 或是我是用default 你在才可以把這個 這個rack窮矩完 如果假如它 跟seal有關的時候 所以 你用pattern matching 或是switch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它的支配性 跟它的窮矩 就是你是不是全部都列出來了 好 然後再來如果假設 Rack pattern在if裡面的時候 我當然也可以這麼做 Java16之後我們有rack 然後呢 它 在20之前 我們都 你必須要去 自己把那個 rack的x跟y 把它指定出來 但是在21之後 我們就可以寫成一行 寫成一行 我是不是應該換個顏色 好 我覺得一直都被蓋掉 好 畫得好醜 而且這個還會錄影 糟了 全世界的時候 不會畫畫 好啦 我只會就是 做同影片 大家有沒有一直看到 Duke的出現 大家都有看到Duke的出現 我們等一下會有個問題 好 然後我們現在有更複雜的pattern 就是說我們看到circle 然後我們的 矩形跟三角形 我們都把它展開來了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 if跟instance of 配合的時候 當然可以 把它們完整的展開來 我們也可以用 比如說這個bar 來去取代掉裡面的 某一些 那或者比如說如果假設 我不展開的話 像我們這邊的point3 我不展開 我就pointp3 就這樣結束 好 但是大家會覺得如果假設 我今天有很複雜的rack 集合很複雜的 比如說集合很複雜的 東西要放在這個instance of 裡面 像我們的那個 regal pattern 整個展開的話 大家會想說 我到底可不可以簡化 因為java的 為人詬病就是 又臭又長嘛 所以 最近幾代以來 大家都一直拼命的想要讓 java的語法 可以更簡潔 更受神 所以當然有 就是下個21的功能 就是unnamed pattern 就是未命名的模式pattern 然後這是preview版本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用它的話 你要尖尖enable preview 你才可以使用它 他就是直接用了 這個底線 我這邊有highlight出來 就是直接用底線 所以color部分你用不到這個 但是你還是必須寫它的時候 你就用一個底線代替 他就不會再用它了 那他這邊會有兩種 一個是 變數 就是pattern valuable 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今天 我在圓形這邊裡面 我的int 這個r 跟color c r跟c我用不到 我就用個底線 去取代它 這就是unnamed pattern variable 就是未命名的模式 裡面的變數 但是 但是這個呢 其實如果假設你想要更簡潔的話 就可以嘗試下方的寫法 我連形別都省掉的 形別都省掉了 所以我原本的這邊 var y 跟我這邊的pointer p2 跟我的color c 我全部都用個底線把它取代掉 所以它就會是unnamed pattern 它這個unnamed pattern取代的是整個的type加上你的變數的名稱 整個取代掉 所以這樣就很簡潔了 所以我看到triangle 再回到上一頁 我triangle本來就是 看起來很可怕 我自己都 而且我在做這一頁的時候 我最後在檢查我才發現我少掛號 就是 如果假設你今天是 用vim有沒有 或是用 記事本在寫java的話 你一定就是compile error 所以如果假設像這樣子的話 我這邊還是少掛號 這邊我少一個掛號 到了我這邊就有個小掛號 好啦 那個出糗了 而且我投影片已經放上去了 糟糕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好 總而言之反正我們就是可以用 那它的繩式碼複雜度就會降低 而且就讀的就很方便 那除了unnamed pattern之外 它其實是一個 feature 它是unnamed pattern and unnamed variables 就是未命名的變數 這未命名的變數 它可以出現在六個地方 這邊都已經把它 標記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 我們先假設我們有個 array list 它是叫做point 的集合 然後它我這邊有 p1到p5 然後我這邊要去尋訪它 然後我 其實我真的不用point 我只是要算count而已 不知道為什麼我有這個需求 反正我是debug 我就是要count的加價 我不用它的 點size 然後呢 我就是新手 那我這邊 我就用不到它 就直接加底線 它可以用在enhanced的for loop 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我在for裡面 它可以用在for的statement 就比如說我 突然也要呼叫一個 init 某個地方init 但是它的回傳書我用不到 但是我又必須要在for裡面用到它 我就可以 塞在這裡面 因為如果假設你寫在for裡面的話 你必須一定要個 assign 某個東西嘛 那它如果剛好比如說它是回傳 只是int 就是說依我成功了 你就可以 但是我指我不care 我就可以放在這裡面 那再來就是它可以放在try with resources statement 裡面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放 但是這個底線我真的用不到 但我目的是希望它最後跑完的時候在final裡面 可以把這個resource 把它autoclose掉 我就可以這麼做 然後再來就是我可以用到lambda裡面 這個lambda 然後以及我在cash裡面 如果假設我eception 真的用不到的話 我就把它eception 我就直接不要寫ex 我就直接把它用個底線 然後或者比如說我是一般的local variable 我也可以這樣子用 我雖然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加這個 但是我就用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在乎啦 然後後來發現你不在乎了 但是你不知道你哪天又會在乎 就是失去的總是最美 所以你就先這樣子寫 我用個底線 哪一天我可能要它的時候 我再把它給它一個名字 就可以用它了 好那這邊 這邊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check 會丟exception 所以這邊用去cash illegal argument exception去接 然後這邊 這邊我們其實是 從這個point 去get first 在cash裡面如果假設出錯的話 就remove first 好這是六個 我們在 unknown variable 可以使用到的地方 但是我們還是有禁止事項 其實千萬要注意 這個底線不是 讓你想用就用 我們是有禁止事項的 因為這些禁止事項 所以這些禁止事項 就是禁止事項 大家知道這個意思 所以比如說如果假設在 乙符裡面 我想要 all instance off 底線的話是不能用的 包含展開也沒有辦法 var也不行 在sweep case裡面 也是不能用 然後如果假設我想要做 一個方法的parameter的話 這也是不行的 因為 有時候可能會想說 我是繼承負類別的 它就是parameter 就是長這樣子 但是我子類別又用不到 我想用這個 不行 抱歉 還不行 還沒有辦法 好 那我們剛剛好像有看到 get first 大家有熟悉這個method嗎 就是好像 我看 我講的時候大家就 OK get first 但是沒有想過 get first 應該是大家都 第一次看到 所以 我們剛剛好像有看到 list的 get first 跟remute first 那我就先來講一下 現況 又要講故事了 就是說 我們一直以來 在集合的部分都是 各自表數沒有公式 這個各自表數沒有公式 就是說我不同的集合取得 首尾元素有不同的做法 如果是list的話 我是get 0 然後 你不覺得如果假設我要每次拿最後一個時候 我要get list size減1是很 很annoying的一件事情 然後dequeue的話就做得很好 可以複捨get last 然後sorted set的話 又是另外一個做法 然後linked hashset的話 又是另外一個 而且它還沒有可以讓你拿最後一個的 所以你就想說linked的 它本來就已經是linked了 為什麼我還是不能拿最後一個 就很 很煩人 所以終於 我們有個有序集合 這也是21裡面出來的東西 而且 它不是preview 大家裝21之後就可以直接用了 我們可以增加collection的學習曲線 不對抱歉 這是差 我們是加強集合元素的序列處理能力 就是你可以 拿手跟尾 然後 然後我們導入了新的界面跟方法來簡化 現有的有序集合 然後我們也提供全員一致的方法來撐去 首尾的元素 同時我們也提供了反序集合的生成方法 看這幾個好像看不懂 但是 我想我們都是 工程師嘛 我們就是程式碼溝通最快 好 我們就是看計程數 但是字太小了大家看不到 好 我就幫他解說一下 首先左邊這個是 再幫大家複習 左邊的是collection 右邊的這是map collection裡面本來有這個set 跟這個queue 然後還有底下的這個list 好 比queue我就不說了 那這個 這幾個應該大家常常會被問到的 也就是我們那個lite群組 進入的時候 那個你要填的考題 就是我會問你 我們有哪些 集合 所以就是這邊就有答案了 大家如果假設 看看那個 Lite的社群進入連結發現問題不會填的話 不要填java 或是填我的名字 或是什麼 隨便挑一個來填 那這裡面呢 如果 我剛剛說每個集合 這個比如說list 然後這邊有dequeue 然後linkin的 我自己都看不到 搜集的set在這裡 然後linkin的 hashtmap 不對 linkin hashset在這裡 好 那他們都有各自不同取收尾的方式 所以我們這邊呢 在那個collection底下就直接有個 sequence collection 就是這個新的一個interface 然後呢 他底下會有 就是 sequence的set 那我們原本的 很多的一些 既有的一些 類別 就可以去使作他們 包含list 也可以去享受到這樣的好處 那map一樣 我們有sequence sequence的map 然後就可以來用 那這樣子的好處呢 就是說我們當然就是有一個 首尾一致 就是全員一致的取首尾的方法 那 有哪些方法呢 sequence collection他提供了上面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新的方法就是reverse 在他可以反轉 所以你可以 現在我們如果假設 那個面試考題要出 你怎麼把一個list反轉的時候 他就說我就用這個reverse就好了 糟糕了 少了一個面試考題了 是說今天下午好像有個面試的經驗分享的 我不知道 他會不會出這一題 然後 再接下來 是從 DQ這邊偷過來的 把它提上來的 就是 加第一 加最後 拿第一 拿最後 移出第一 移出最後 就是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呢 有 有些小小的comment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是加的跟移的 他是optional的 因為你如果假設是針對modify的 那當然你根本 他就是沒辦法做嘛 他就是做不到 那如果假設你get 如果假設你的list 是空的的話 那他就會丟 沒有這個 那個元素 那set的部分呢 就比較簡單的 set在下面嘛 set已經計程上面 set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去做這個 cooperation的這個override 就是說他把他的那個 回傳值喔 這邊加上set 反正上面是collection 然後這邊把他加上一個就是限縮 我只回傳set 那如果假設add的部分喔 add first add the last 這個在salted 這邊特別注意 salted 這個是做不到的 就是承切真的做不到 這邊有個例子喔 如果假設比如說我們ts 他是一個treeset treeset 大家知道他加的時候他會按照元素的自然的那個ordering 去排他的順序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1235在這個treeset裡面了 我這邊要把4加到最後 跟這是最後 然後呢 把它加到第1 都不行 辦不到 因為他就是只能在3跟5中間 你硬是要人家當 第一或當最後 他就是 做不到啊 怎麼辦 所以這邊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再來是map map的部分呢 我們 比較多喔 但是其實也可以 可以理解啦 就是說 前面幾個其實都是 他的 第一個就是 那個導序嘛 然後第2個就是說 他就是拿一個key的set 然後第3個就是拿value的collection 然後第4個就是拿他的entry 這個都很容易理解 大家本來map都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他底下有這個put first 跟putlast 這兩個 那 他的這個呢 就是很簡單也是放 然後底下這幾個 還有就是 firstentry 就是跟那個entry有關的 拿第1個entry 最後一個entry跟pool 好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那這邊有個 要說明就是 如果假設你是put的話 或是pool的話 他就是optional的 跟剛剛前面的 狀況是一樣的 然後如果假設你put呢 如果假設在solty的map裡面 你要去put的話 他一樣 就是也是承接做不到 好 好那我這邊 接下來講到那個 virtual threads 就是 虛擬 執行序 但是我這邊我在想我到底要講多少 因為下午coach有一場 就是虛擬執行序的 然後如果假設我講太多 他把頭影片刪光了怎麼辦 所以 我要很小心就是講一些重點但是 我又不知道他會講什麼 所以 好吧我努力 所以 這個threat大家都有用過 面試也很喜歡考 怎麼樣去產生一個threat 接下來我們就會問 怎麼樣去產生一個virtual thread 為什麼他跟現場的threat有什麼不一樣 那所以他就是繼承 現有threat的一個輕量級的執行序 他可以減少 撰寫 維護監控 高吞吐 並行 您程式的工作量 寫起來 看 念起來很饒舌 我們等一下就會知道為什麼 他用threat request 風格 撰寫的 服務器 應用程式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總而言之 那個 threat request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好 但是說我們現在的大部分的程式都是 threat request 的方式來撰寫的 那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大部分程式 如果假設你用virtual thread的話 他會有在效能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 嗯 漲進 不是漲進 有些提升 但是這提升不是對所有的程式 他是有限制的 那原本用threat的API 的程式碼 他可以在最小改動之下 就採用我們新的虛擬執行 因為他 第一個他是他的子類別嘛 然後在 使用上面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 他 你現有的程式碼 如果假設你想改用threat的話 不用 改太多 然後 他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跟既有的 JDK的工具整合 然後可以 比較好的除錯啊 然後做providing啊 他應該應該跟我們現在的threat的 能夠做到事情 或是能夠去監控他事應該都差不多 那他 並不是要去把我們原本的threat把它 淘汰掉 而且現有的threat他還是會繼續存在 而且他是很重要的 那他也不會去移除 我們很多地方 就是已經有在用threat的 他 也不是要把它去淘汰掉 他等於是他提供了一個新的 方式讓你去使用threat的 那我先 講一下 就是threat per request的風格是什麼 就是 執行序 per請求 這沒有解釋 就是說反正我是一個請求就給你一個threat 比如說http嘛 然後db嘛 然後我們都會有 你想像到有那個 threat pool的 會用threat pool的大部分都是這個狀況 我今天用一個 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就拿一個threat來做 然後從頭做到尾 做完之後我就把這個threat 還回去那個連線 那個連線池 對 convention pool或是threat pool 執行序 所以 服務器程式 他會用 執行序去完全 完整的去處理 每個請求 就是 包辦 從頭到尾包辦好 那他當然就是會有一些 那個優缺點 當然是他可以專一 很專一 但是 如果假設今天他有一些阻塞的狀況 可能就是沒辦法去做一個調整 那 那 這邊有牽扯到一個叫做LITOS RAW L等於爛打 等W 他的意思是說在給訂的時間之內 我能夠處理的request 如果增加的話 那代表我這個服務器 他能夠處理的吞吐量也要上升 就是 今天假設好我這個餐廳 我這個餐廳我要保證客人來了 我5分鐘10分鐘之內我都要上菜 那我今天 本來我可以服務10個客人 今天100客人進來了 我仍然要在10分鐘之內 出菜給這100個客人 我就必須要把我的吞吐量把它加大 也許我要加桌子 也許我要加服務生 也許我要加廚師 使得 100客人來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保證我在5到10分鐘之內 可以上菜給這100客人 這樣可以理解 這就是 這個 第二盒要做的事情 這是說的事情 那綜合上次就說 如果假設我今天想要提高 throughput吞吐量 那 因為我請求量變多了嘛 說我要提高我的吞吐量 那我的請求數 是我一個請求 我就用那個執行序去處理 所以代表 我的執行序也要增加 我才可以提高我的吞吐量 但是執行序的數量 它有差的上限 文藝JDK的平台 對應的是我們用的是 昂貴的OS的執行序 所以有時候就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這邊 我們上方看還有離到右上角 除非那另外有個非同步風格 那非同步風格 簡單講就是我把一個工作 接著好幾個小的task 這小的task就灑過去給各個 去跑跑完之後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這個就是 然後去應付這個request所需要的事情 它就不是一個 Twip request的一個風格 那我們這邊想要改善它的效率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想要增加執行序的數量 但是 OS的執行序 又有限制 那我們就 假裝 這是什麼假裝嗎 就是比如說第二個寫的 我們現在OS裡面有一個技術 是我將大量的 虛擬的電子空間 映射到 實體的run一樣 就是我run可能就2G 但是我發現我的虛擬空間 我可能有100G可以用 剩下的98G可能是你硬體的swap 等那種概念 或是說像 那種概念類似啦 就是說 我今天 其實我的機體在用的時候 我可能有些東西是放硬碟 但是我真的在用的時候 層次會以為我都在記憶體 但其實我可能是硬碟跟 記憶體不停留在做swap 在做一些交換 所以我們也可以讓 很多的執行序去對應到 小小的OS的執行序 就是一個M2N的概念 所以 M2N的話我就可以有很大量的一個虛擬的 那個執行序 那實際上真的在運作的 還是只有那少少幾個OS的執行序 這是 Virtual Thread要做的事情 所以它叫Virtual 就是虛擬的 虛擬那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模擬的一個狀況 那 它正在被執行的時候 它會被放到真實的那個 在體的執行序上面去跑 那跑完 如果假如它遇到阻塞 就是blocking的時候 它就換 那 它會從在體的那個執行序移除 然後 在體就可以去拿另外一個虛擬的 然後繼續來run 好 好 那它要怎麼用呢 就是說它用法就是 New virtual thread per task executor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Threading of virtual 也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那它只要 我可以開 那個1萬個 我就可以開始跑了 但是如果假設你 如果假設你是用fix的 然後你開1萬個 那你的記憶體 一定會爆掉 你的城市一定會crash 你根本就開不到1萬個threader 你什麼時候開過1萬個threader 很難 Virtual的話可以做到 它可以無負擔的建立 而且它可以設定很大的數量 背後只用到少量的OS的threader 然後如果假設用平台的執行序的話 這個層次碼就會出事 因為我們平台的threader 平台的threader就是我們現在的threader 那它跟OS是1對1的對應 所以一個平台的threader就是對定到一個OS的threader 那OS的threader你要想說它開1萬個給你很困難 那感興趣的事情呢 也許你會感興趣是 它其實不會加快執行速度 執行速度還是一樣的 它不是為了 就是更低的延遲 它其實是為了提高吞吐量 所以它只適合在你的數量很多 而且它不是CPU負載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說一個請求 就配一個threader 它中間難免會遇到IO blocking的時候 那IO blocking的時候 它就是站在那邊 Threader就是空等 等硬碟的讀取 等網路的讀取 那個時候為什麼不敢要切換到 去做其他的事情 切換到誰要做threader 所以這個threader就是誰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你的程式 它不是 它是CPU bound的話 它就沒有用 Viduslay就沒有用 比如說什麼 GC 大量GC GC一定是CPU 所以如果假設你程式已經有大量GC的話 用Viduslay GC用Viduslay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那如果假設你的很多是IO bound Network bound 那可能就是用這個 會有一些顯著的提升 好 那它不要用pool 它不要用電線池 因為 它很便宜 那另外說它不要用threader local 因為你是開1萬個 你threader local要 就是會很可怕 所以我們後面 有一個現在在21次 preview 叫做scope value 它是在 執行區之間 共享immutable的data 好 可以用這個 那它還沒有正式版 我們希望後面有正式版 那另外就是 有個叫做structured concurrency 它是有點 增進式的fork就引的一個框架 那它預設會使用virtual 我終於講完了 我希望那個coach不要把拖影片都閃光 我還留了一些給他講 好 回到盤古館店的時候說Hello 大家一開始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這個程式碼是在幹嘛的 大家就覺得很煩嘛 程式碼太長 解釋好多觀念 我要解釋什麼是public class static void 為什麼我要 然後我要解釋正列 然後新手看完之後 就 就是太過著論 對新手很不友善 而且你知道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 很沒有耐性 他看完這個之後他就跑去寫 我不要講其他語言好了 因為 這邊很多 很多人都有做其他語言 大神在這裡 對 我怕被泡 然後 總而言之 變簡單了 我們 的 instance man method 就是說我的man 現在可以是instance 他是實力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是static 他也不需要是public 你只要不是private的 就可以了 然後呢你也不需要傳入職了 所以我這樣子我就過了 我就可以compile了 我就可以hello wall 很開心 棒棒 那 如果假設這樣我怎麼挑選 就是他有一些順序啊 我的pre 如果假設我是有 那個static的 你知道只要是非private的 他還是第一個去選到 但是他的class中 第二個的話是選沒有 那個string正列的 第三個就是說 自己本身或是附類別的 instance的man 然後有string的 然後第四個就是mails去轉入職的 很簡單 還會最簡單 當然可以 我連class都不要 class都不要 大家覺得class不要是什麼意思 大家有沒有想過像這個 我們在寫這個man的時候 他有package 他沒有namespace 他是default的頂級 namespace 他是預設頂級的 package 所以這個就是預設的class 他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在這個東西 他並不是個完整的 package 然後 class的 他就是沒有class 所以在這邊的話 他這邊 我在把這個編譯的時候 他自己 我把它取名叫 t.java 他自己會有一個叫做final class t 然後呢 他是final 他不能夠被繼承 然後他是 他的fault類別是object 然後他不能使作任何的介面 然後他會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 你只要在你的檔案裡面 有 有方法 有 如果欄位 他沒有被class包覆的 他全部會把它打包成一捆 然後給他一個 一個你的檔名的那個 那個 就是 類別名稱 那他裡面就可以往內互打 如果假設我們看說如果全部包覆起來的話 我就可以 我訂一個 Hello 我訂一個name 然後呢 我的name 裡面 就把他兩個 連在一起 眼鏡上 Hello 好 所以 我就可以把它做起來 那底下我寫了一個 等意的 就是str的這個東西 是什麼 Stream template preview 他是 另外一個 我們其實已經有四個可以組 Stream的方法 然後 他不會嫌麻煩 就是給我們第五個 我們除了加之外啊 format之外 我們又有其他的 唉 好 為什麼 好 總而言之我沒有在抱怨啦 總而言之呢 就是 他是自動會import到所有的 所以你只要是preview的話 他自動你的classmen都可以用 然後呢 他可以加 然後他可以呼叫 呼叫這個method 他可以就是做 他就是一個導弦線加大括號 然後裡面可以就是用比如說二元的 然後他可以用雙引號 雙引號不用特別再去做跳脫自願 所以就很 很方便 而且他裡面還可以放他自己本身 就是毀 潮狀的 變成套牽俄羅斯娃娃 我在寫這個時候我在想說我要用這個套牽俄羅斯娃娃嗎 因為最近 你知道那個詞不是 有點敏感 所以我有點害怕 總而言之呢 Java 21的新功能有哪些呢 核心的 我們剛剛有介紹的sequence 然後for Function跟 Memory API 它是管理JVM外的記憶體跟方法的一個 一個API 還在preview Furge我剛剛介紹了 Scope和Value剛剛有提到 就是在執行序中共享 immutable data的 Vector就是向量運算的 Starcher也介紹了 然後再來就是Java語言的 我現在終於再回答 我第一開始問說Java有哪些新功能 就是全部 呃 這頁全部講過了 然後這頁HotSpot的 Generation ZG7就是我在G7裡面 我可以有 有 就是我的 樣跟old 我可以分開去做 有不同的G7策略 這是Generate 它本來應該就有 只是後面應該就變成預設了 因為本來我在用的時候 我要去指定我要用 分代的 然後接下來我會把 我們會把Windows32的 這個淘汰掉 然後 然後 那個分代的Sanel Do Not 本來也要做分代的 但是因為他們說 他們 就是要延後 OK可能是下一個吧 然後還有 那個KEM 就是跟Security有關的 好 這是最後一頁 那我想問一下 Dook出現了幾次 21 Java 21 它出現21次 好 下次如果假設Java 30年後Java 81的時候 我的投音片全部會是Dook 謝謝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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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